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几百人的感觉 然后现场完全的是如火如荼的展开我们的课程 谢谢老师们的付出 也谢谢学员们的板上 感谢神因着弟兄姐妹热烈的参与 BC第一届的敬拜赞美训练课程 不仅在开放报名的第三天就已经额满 并且我们已经在7月28日上周三 展开了我们的第一次课程 课程开始之前 光鲜牧师勉励每一位参与的学员 不单是在技巧上的钻研 更是要注重在神面前有真实的敬拜的态度 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者 每一次上课前 都有关于敬拜的个人见证和信息分享 让大家不仅是学习技巧 也能认识敬拜的本质 生命因此而被建造 感谢神丰富的供应 让我们有专业的老师 教授我们键盘班 吉他班 Bass班 声乐班 组团训练班 并且还有音控班的培训等等 每个学员也都认真地学习和投入 期盼这一次参与训练课程的每个人 不论年龄 都可以在当下 有生命的建造和更新 并且成为教会和小家的祝福 被神所使用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事工向来一直都活动特别多 上周五 7月30号晚上 我们的青少年教会举办了他们的第一次的敬拜赞美之夜活动 有二十几位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 透过敬拜赞美和祷告让孩子们经历神的爱 也再一次宣告他们愿意跟随神的心智 有七位青少年的孩子们接着视频和大家分享 在过去的日子中 神是怎么样使用我们的教会和生活来改变他们的生命 愿神纪念每一位心情预备和练习的敬拜团统工们 鼓励家长们继续的将青少年的孩子们 在主日带到教会来参加实体聚会 让孩子们享受神家中的团契生活 生命在真理中有根有基的成长 除了我们的敬拜赞美之夜 8月1日主日下午 我们的青少年孩子们也一起开始实操 做了他们的小甜品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看一看 青少年聚会的童工Kimberly和Benjamin 带着孩子们一起做可丽饼和waffle饼 让孩子们体验了传统的美国早午餐 大家吃得非常开心 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孩子们彼此更加的认识 我们每个月会有两次这样子的活动 我们邀请将要进入六年级以上的青少年 来参加美主日的聚会 希望让孩子们能够在一起动手 彼此服侍中更加相爱 在基督的群体当中健康的成长 弟兄姐妹们快点抓紧时间 去邀请你周围的朋友们 和目道友们来参加我们的福音主日吧 也请上网去填写安德烈卡 填写他们的基本信息 那我们教会的同工会一起来为他祷告 特别重要的是 您一起邀请的朋友 您也要为他一直来祷告哦 希望他可以加入到 我们的大家庭当中真正的认识主耶稣 上到教会网站仔细阅读安德烈卡的五个步骤 将您要邀请的朋友的名字 及信仰状况填入安德烈卡 让我们在新的季节当中积极的传福音 经历属灵丰收的喜乐吧 接下来又是一个好消息 自从DEC开始播报新闻 我真的是经历了很多 弟兄姐妹们受洗归入主名下的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信心的见证 那上周我们又有一位这样子的姐妹哦 7月30号上周五大围牧区王宴区 九华小家的卢丽莎姐妹 在小家弟兄姐妹的见证下 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光信牧师为她实行点水礼 弟兄姐妹们一同为她祝福 愿神祝福丽莎姐妹 继续的委身在神的家中 接受装备 生命得以成长 成为主耶稣真实的门徒 看到弟兄姐妹们一位一位的认识神 进入到神的家中 真的是欢喜快乐 当然这个也少不了我们弟兄姐妹们 传福音的动力和努力 7月31日上周六下午 大围牧区王宴区 海宴小家 继上次父亲节外展后的跟进 举办了一个温馨感人的福音见证外展 上次觉知的牧道友再次被邀请参加 聚会开始的敬拜赞美 由孩子们带领 气氛非常美好 随后是弟兄姐妹们 一个个感人的信仰见证 以及青少年勇敢的分享自己 信主的过程的见证 这些如云彩般的见证 围绕着牧道友 既有欢乐也有笑 也有感人的泪水 使牧道友深受感动 相约中秋节受喜 最后是热闹丰富的烧烤大餐 孩子大人们一起 灵力得饱足 身体也得饱足 留下了愉快美好 又有意义和珍贵的回忆 感谢小家弟兄姐妹们 用心的摆上和热心的服饰 所有人一起努力 用最大的爱心 热情经营 这个属于神的小家 我们的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正道福音神学院 9月18日周六 美西时间9点至4点 在网络上举办2021ABC 北美华人基督教育大会 本届大会主题 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共有包括主题信息在内的 54场精彩讲座 邀请的讲员来自 美 加 巴西 阿根廷 台湾 马来西亚 德国 邀请弟兄姐妹踊跃报名 共享这场鼠灵盛宴 请上教会网站 点击线上报名 2021ABC大会进行报名 是不是很棒 感觉又被鼓舞到了 所以我要马上赶紧去学习了 今天中饭免了 OK 好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